你叫全晤晨去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为什么呢 跳板的比赛 特别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 就容易会骨折 你看到 你看到这次这个预赛的 男子三米白 零一斤的这么多 为什么 有的时候会失误 对啊 不是很小的运动员 像你叫全晤晨去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硬硬的 他不会跳 压不住对吗 他没有 他没有这个力度 没有这个力量 去压这个板 就是因为跳板难 左板有很难 对 左板 他一左板走不好 就飞出去了 你叫全晤晨去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为什么呢 跳板的比赛 特别容易出问题 你看到 你看到这次这个预赛的 男子三米白 零一疯的那么多 为什么 比赛狠狠地打了 陈晤晨教练的脸 在2022年世界泳联锦标赛中 万众瞩目 却带着跳水队的表现 然而在三米板 十米台 混合全能决赛现场 小将张佳琪 却因受伤退赛 眼看着没有办法 教练组不得已只能选 全红蝉上场替补 这个决定让不少教练 都倒吸一口凉气 的确 我们都知道 全红蝉的确是 十米跳台的王者 可却从未见过他 展示三米板 而在比赛开始之前 也有不少人 对全红蝉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这其中就包括 陈玉希和教练 石美琴 石美琴认为 全红蝉的体重太轻 而跳板台又很硬 觉得全红蝉 无论如何都跳不起来 但王者之所以是王者 正是因为 他们从来不怕被质疑 如今石美琴的质疑声 有多大 全红蝉 啪啪打脸的声音 就有多响 之前全被顶着压力 站上三米跳板 全红蝉完美的动作 直接看待观众 用实力告诉所有观众 顶级学霸 从来不会偏科 教练说渐渐试面 全红蝉说好 我让他们渐渐试面 一记丝滑又灵活的动作 看杀所有人 毫不夸张地说 全红蝉简直像真一样 直插水底 要知道 作为被紧急临时 安排上场的替补选手 由于没有心理准备 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然而 全红蝉依旧在有限的时间内 进行短暂的适应性训练 完美地创出了惊人的佳绩 直接躲下中国跳水队 试锦赛第一百斤 那一刻 全红蝉用金牌 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 的确 这一条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这就叫碾压 这就叫实力 而赛后的全美 也高兴地忍不住跳起舞来 观众席传来一片欢呼 的确 永远不要质疑王者的实力 其实别说是三米入水了 哪怕平地入水 全美也是纵向丝滑 此前有人分享了一段 全红蝉日常训练的视频 只见他站在泳池边 直接跳进去 宛如一条鱼一般 迅速和水融为一体 好家伙 这一幕直接给网友看上 全美多少有点不尊重水花了 我下的饺子水花都比这儿大 不得不说 全红蝉真的是完美掌握了水花消失数 能站上世界巅峰 绝对是当之无愧 而且大家注意没有 小姑娘在跳台上 特别沉着冷静 神态专注 稳重成熟 和平时镜头完全判若两人 我觉得应该全部的中国人 都应该给予他鼓励和赞赏 为什么总是有给别人对他充满嫉妒 打击 可能这就是羡慕嫉妒恨吧 为什么不能多给他一些包容 全红蝉完美的表现 让观众们热血沸腾 他用自己的实力告诉所有人 顶级学霸从来不会偏刻 教练说让他渐渐试面 全红蝉说好 他让他们渐渐试面 一记丝滑又灵活的动作 看杀所有人 毫不夸张地说 全红蝉简直像针一样 直插水底 全红蝉在有限的时间内 进行短暂的适应性训练 完美地创出了惊人的佳绩 直接夺下中国跳水队 市井赛第一百斤 那一刻 全红蝉用金牌 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 网友们看到全红蝉的表现后 纷纷表示他真的是完美 掌握了水花消失数 能战上世界巅峰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而且大家注意没有 小姑娘在跳台上 特别沉着冷静 神态专注 稳重成熟 和平时镜头完全盼落两人 我觉得应该全部的中国人 都应该给予他鼓励和赞赏 幸好这个教练 对全红蝉的比赛说不了算 要不这不害了一位国际冠军 给中国造成不可饶恕的损失